迷幻帕金森是正的56岁台语金曲歌后 詹雅文因做脑友脑动脉瘤 先前紧急开脑 却发现右边又冒出两颗动脉瘤 预计要三度开脑部手术 日前他才发文土路肩饿心境 怎料今年5月 詹雅文无预警宣布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 右边的动脉瘤竟完全消失 詹雅文发文透露 正在等待安排开刀的日子里 心中忐忑不安难以言语 当最后一项核词检查后 看完报告就可定下开刀日期 而这段期间 妹妹贴心一路相伴 从澎湖到台北来来回会 已经数不清多少趟 没想到看报告的日子到了 詹雅文跟着妹妹走进诊间 原本等待医师定出开刀日期 怎料医师讲出结论时 空气瞬间凝结 让詹雅文整个人呆住 走出诊间和妹妹相拥而泣 原来詹雅文右边的动脉瘤完全消失了 左边动脉瘤只剩下一点点 医师宣布他的脑部无需再做任何手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好不容易重获新生 近日又突发意外 詹雅文在高铁站搭乘首扶梯时 不慎被前方旅客的行李砸中 造成肋骨受伤 还为此入院治疗 不过他不愿找出肇事者 只希望能找到当时伸出援手的热心男子 好好地向对方道谢 根据自由娱乐报道 詹雅文6月26日在台北高铁站的首扶梯上 被前方旅客的大型行李砸中撞飞 但对方一句道歉也没有 闯祸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当时詹雅文倒头栽鞋躺在首扶梯上 但站务人员没有发现他 索性有一名热心的男子 赶紧上前将他扶起 詹雅文回忆当下状况 表示自己痛得大哭 一个人前往医院挂急诊 才知道肋骨受伤 医生还替他打麻痹治疗 这几天他躺在家里时 感到相当无助 另外许多亲友都看不过去 要他调阅监视器找出肇事者 不过詹雅文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想找到那位好心的男士 谢谢他的帮助和善良 詹雅文2022年检查时 脑部发现有一颗0.57公分的动脉瘤 如果不小心破裂而出血 最严重会昏迷 连院长也警告他 随时会死 但他4月仍勇敢做手术 手术后在加护病房观察时 却突然失血过多昏迷 詹雅文当时已经看淡死亡 将上一元资产分配好了 并且交代后事 还对亲妹交代 万一就不回来 就不要救了 直言自己的人生不想太痛苦 没想到右边脑动脉瘤竟离奇全消失 医生宣布脑袋不需再做任何手术 说起詹雅文的病 他曾透露是从小时候就埋下的病因 有些家庭早些年的时候 因为经济条件普遍不好 所有人都要为生计而奔波 长辞以往也就影响到了家人之间的交流 而且尽管子女尚小 可父母觉得为了家庭受苦而理所当然 便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孩子的辛苦 但这也让孩子心生怨言 而歌后詹雅文在首阶换帕金森主音的时候 就曾提到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前不久 詹雅文报病上节目力挺主持人陈国华 也首度透露罹患帕金森病 是因为从小接触到两种可怕毒物 据他回忆 因而是家境贫苦 身为长女为了分担家计 14岁就到洗厂当女工 长期和漂白计 硫磺接触 毒物残留才知时脑部病变 甚至还因此对爸爸不谅解 并说以前没办法理解 他早上八点上班到晚上还要上夜校 累到趴在地上睡着 爸爸都不曾跟他说一句辛苦了 直到身体出状况后 爸爸才抱着他说 辛苦了 要加油 一定要保重 到了这时 他才明白爸爸不是不爱他 而是当时的生活太苦了 解开多年的心结之后 詹雅文一度在节目中善然泪下说 一切都值得了 他也感谢爸爸开启他的歌唱之路 小时候爸爸为了不让他们看卡通 买了把二首吉他交唱 第一首学会的歌是唯一走千里 他也哼唱了几句献给爸爸 而说到病情 他曾无奈地表示 最近又半变的身子已呈现无力状态 重心都放在左边 因此造成脊椎萎缩 行走已非常不便 有时候还得靠拐杖 不然就是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 此外 因为外表鲜瘦 他也透露发病至今 其实已经减轻11公斤 目前体重只有40公斤 被问及为何会报受时 他说自己一直有恶感 并非没有食欲 但每次吃了东西就会立刻想吐 并形容那种感觉是吃之前未适应的 感觉很长 食物进去后马上出现恶心感 身体里像在翻涌一样 立刻吐掉才会舒服 但吐掉后又是一股饥饿感 如此不断重复 所以才会瘦 话刚说完 节目上的众人纷纷心疼不已 除了病情 瞻养纷的私生活也一直被人关注 之前他虽确诊怕金森病 但防疫期间仍照常在直播中交唱歌 与歌迷互动 也罕见提到私生子的事情 还忍不住出面澄清到 但那都是任养的孩子 不过还是有人说 是不是小孩大了藏起来 或是生了之后送到外地 或送给弟弟妹妹当小孩了 对此他则向说要粉丝当成笑话听 若真的要当笑话传出去 他也无意见 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伤害 事实上 一直热心做公益的他 从以前就不断帮助弱势家庭 而他任养家父儿童戒满30年 膝下儿女无数 之前还曾在直播中透露 干女儿都叫他雅文妈咪 现在却定居日本 跟生母一起生活 要学习当地语言与适应新的环境 真的很辛苦 还表示看看干女儿打包行李都舍不得 而且也没有去机场送干女儿 不过还是希望干女儿平安 好好照顾自己 他更是在直播期间数度泪崩 只喊很想再抱抱女儿 也有感而发说 若是有儿女 做父母的心中就会一直想好好读书 乖乖就好 孩子长大出社会后 又会希望找一份工作 好好上班就好 父母内心其实是一直很牵挂儿女的 而他一语道出所有父母的想法 也引来不少网友的共鸣 其实詹雅文曾有过一段婚姻 他在1998年与MV导演刘明成结婚 但婚姻仅维持8年就告吹 根据媒体报道 离婚后的他把心思全放在音乐工作 慈善公益和粉丝身上 从未再动念谈恋爱 尤其现在身上这么多毛病 更笑称不要再去害人了 有趣的是 他刚认识音乐人许长德时 彼此还不算熟 但许长德劈头就问他离婚了没 他说是 没想到许长德竟会真爽 接着叮嘱他 不要再笨了 别结婚了 一度让他哭笑不得 不过前不久 他录制新歌时第一次和乱谈阿祥合作 坦言 阿祥是个要求严格的老师 但很服气 并开玩笑说自己十几年没交男友 结果又突然拉着阿祥娇羞表态称阿祥是新男友 所以要听他的话 但现场没有人把他的告白当真 甚至有人起后要两人拍张亲热照 许长德则一副若无其事 淡淡回答不能接受他们的亲热合照 詹雅文则怕玩笑开过火 连忙解释 只有录音期间 他才是男朋友 也是因为知道阿祥目前单身 才敢这样开玩笑 至于身体状况 他直言已经习惯与身体不是作战 更称这是不可逆的病 不能有压力 吃药只能控制病情 不要太快恶化 也表示他可以很快调适心情 乐观面对身体的新状况 现在会觉得每个当下都是最好的 以前生病会有怨言 但现在得了帕金森病 才发现以前是最快乐的 他还鼓励自己绝对不会被打倒 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他 这一直是支撑他不断熬过病痛的最强大力量 回忆患病的这段时光 詹亚文为了不向命运低头 甚至曾在耶旦节那天举办了小巨蛋大跨越演唱会 意味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逃开黑暗 其实患病之初 他曾陷入一个月的黑暗低潮 他自己也坦言 当确定罹患帕金森病时 当下完全愣住 加上医生告知他 想做什么就去做 要吃什么就吃 他心里顿时就知道是最后通牒 但没想到要的副作用超乎想象 吃什么吐什么 坐着也会跌倒 看到地上有色块都不敢踩过去 就怕是个窟窿而跌倒 对此医生也相当惊讶 不仅如此 头会剧烈疼痛 让他一直想去撞墙 时常往医院挂急诊 无法排泄 分泌口水 让他完全失去生活品质 因此还无奈表示 其实有很多患者都因此活不下去 此外 从小因为觉得被爸妈忽略 所以习惯与孤独相处的他 也告诉自己要让爸妈感到骄傲 加上爸爸希望自己是男生 所以也把个性弄得很男人化 生病后 家人终于正是这个问题 爸妈才脱口说 不联络女儿 是因为她很独立跟坚强 联络反而是打扰 这时他才发现 爸妈不是不爱她 反而是为她骄傲 也误解她是个坚强的女儿 后来爸妈抱着她叫宝贝 她还犯了一笑说 这是第一次 经历种种 也让她从年轻就开始做职工 帮助别人走出来 也因为那些故事充实了内心世界 但如何引领自己走出来 也是曾经难住她的重要问题 直到后来 她想到不能比爸妈早走 才终于将自己从黑暗中拉出来 生病之后 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倒数 所以很珍惜当下 也不想举办告别式 不需要灵堂 最希望树葬 如果不行 洒在大海里就好 也告诉身边好友跟粉丝 喜欢她的朋友 就买一株枝子花 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花 放在哪里都好 之所以期望大家这样做 是因为到那时 她希望大家都是分享的 而不是沉浸在失去她的悲伤里 至于生前告别式 她直言不需要告别 如果突然消失也很好 没什么遗憾 也签下放弃急救与器官捐赠同意书 身上也没什么存款 就只剩台北一栋房子 而且房子也会裸捐公益 身后事更是早就全部想好了 她只希望来看演唱会的人 可以尽情唱 要哭就一起哭 哭完一起笑就好 无论从演艺事业方面 还是行善既得方面 詹亚文都称得上一位优秀的前辈 如今她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祝愿她能早日康复 生活顺心